优异症、焦虑症、恐惧症、心理阴影、自信心问题、失眠、压力、减肥、IBS、口齿等等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通过催眠达到根治或改善的效果 对于医学催眠的迷思,你到底了解多少呢? 大家好,我是医学催眠教师,Mia 一般民众会因为电视剧情而对催眠造成很大的误解 以为催眠一定要看着钟摆在面前不停地摇晃 一旦进入催眠,意识就会不受控制,任由摆布 把你所有的秘密或银行的密码都说出来 甚至害怕醒不过来 那这误会也太大了 其实催眠治疗已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 而临床医学催眠也是一项很科学的治疗手法 在国内外的医院也有医生使用催眠技术来代替手术前的麻醉药 或用于治疗精神以及心理疾病等问题 医学催眠可以帮助患者解决病症所带来的痛苦 患者在催眠中依然对自己的行动言语保有意识 也就是说你有100%的行动自主权 也有100%的言语保留权 医学催眠治疗本身是一项非常安全的技术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能接受催眠治疗 就连国家级的运动选手也会通过催眠技术 帮助他们突破成绩 在治疗开始前 治疗师会和你一起讨论彼此都认同的治疗目标 催眠治疗师会针对不同的症状而做出适当的治疗手段 催眠是一项既科学又安全的治疗 它也能帮助我们发掘内在的潜能 与潜意识沟通 促进自我疗愈 催眠治疗除了可以面对面治疗 也可以线上进行治疗的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催眠治疗的讯息 欢迎你点击订阅按钮